今天神祖被老婆拔了起床, 又說要去街 我也奇怪, 地點他都選了 到最後發現他約了朋友吃蛋糕 先說說地點, 地點是香港人很熟悉的尖沙咀 這個叫做Heritage 1881 這間餐廳的命名是以一個著名的畫家梵糕來做主題 餐廳的名字叫做梵糕 Senses 聽說這間餐廳所有的杯杯碟碟碟 都是用梵糕的畫來做設計 當日是一個星期六的下午, 時間是點多鐘左右 不算多人的, 很快就有位了 就座之後, 餐廳的職員很快都倒水給我們 然後很快都放了一個麵包給我們吃 不知道是不是免費提供的關係, 麵包不是很特別 不暖, 失溫的 當日有提供這個Bruns menu Bruns menu, 他說是Bruns menu 有四個Course和五個Course選擇 主要分別都是多了意大利麵 選擇不算特別多 我們點了一個五道菜, 一個四道菜 其他我們分享了 女士們分別叫了這個叫Sunflower Bouquet 和一個Bruns latte 即是法式焦糖咖啡 由於前者的中文名字比較奇怪 所以看回字幕吧 Sunflower的杯茶跟了漏豆 當漏豆的沙漏完之後 代表那個茶鍋裡的茶已經焗好了 然後也跟了一杯蜜糖 給你加進去混 至於我就叫了手沖咖啡 聽說杯茶是好喝的 但我未去到喝茶這個境界 我就沒什麼興趣 至於我這杯咖啡叫做El Salvador 後面的名字我不說了 免得說我扮演 很快來這個前菜了 前菜叫做Palmaham puff 但我覺得吃下去像薯條 但味道都不錯, 挺好吃的 比較香口 之後的頭盤包括有這個 欺凌魚的紅菜頭 然後這個Chorizo的意大利白豆 欺凌魚我老婆說比較腥 但我覺得欺凌魚是這樣的味道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至於這個Chorizo配意大利白豆 我就覺得一般 我預期它比較熱 原來是凍盤 但其實它的質地也蠻好吃的 前菜來說不算制 咸度也適中 他們上菜也很快 試日的餐湯沒得選 今天是南瓜湯 我自己不喜歡南瓜 所以我就喝了兩口 五道菜的價值 我們選了這個蘑菇意大利麵 我預期很大 原來每人分三四口 其餘的部分 我們點了煙燻豬柳 但怎麼看都不覺得它煙燻了 另外一個主菜 我們點了西西利色時令海鮮 時令海鮮當天是三文魚 那個三文魚 蠻好吃的 很滑 是不是很好吃 又未至於很好吃 之後我們追加了三個甜品 分別是藍色、黃色、紅色這幾個 藍色這個我自己認為是最帥 叫做夜蘭激情 聽名字你不知道是什麼 其實是藍莓和熱情果的甜品 黃色這個其實是源於飯糕的著作 向日葵 名字叫做焦糖向日葵 主要都是焦糖和忌廉蛋糕之類的東西 紅色這個名字更加奇怪 叫做絕代紅鵝絨 主要都是牛油蛋糕和可可粉 最後這個是跟餐的甜品 你就當它是揚之甘露 總括來說這間餐廳環境舒舒服服 如果你約朋友來吹一下水 吃一下東西 這間餐廳也可以選擇 當那兩個女生在聊天的時候 我就自己在做梵糕 幫自己的碟畫畫 整張單連結加一 大約1350元左右 便宜就不算便宜 但還有一間由荷蘭的梵糕博物館 直接授權來香港做概念店的餐廳 不多不少 版權上也要收回少錢 大家有時間來試一下 味道都不算差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